这台自动驻造机 它适合于做嵌合金、细合金、新合金 手势、鱼锯、鱼锯这种都可以的 那么好,现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这个位置呢,是升温的 通常我们这个开动就可以升温 比如说我现在设定了400度 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升温了 然后呢,这个是一个设定开关 当开下去的时候,这个机器是不工作的 然后打开这个是工作的 然后这一个呢,是总电源开关 关掉,它就没有了 然后你这个打开,这就OK了 然后呢,上面这个位置呢,是一个熔炉的状态 就是说你它自动驻料 自动熔炉,自动熔炉,自带熔炉的 这里面所有的参数,基本上在出厂之前 我们都已经设定好 除了这个离心转速,以及倒入到时间 跟开门合摸的时间之外 其他时间是跟动的,因为它是固定操作 然后现在我们展示一下这个机器的整个操作性 现在开始工作 好,走 我来不走 走 汗水管道 好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 这一个计划呢 主要主要调整个机台的动气的这个压力 呢 还有了这个器杆的主要要是按过这锥缸碟机 Crewery do the Tan a